我们从阿尔山出发 走的331国道 经过了新巴尔湖左旗 新巴尔湖右旗 到达满洲里 中间呢没有做过多的停留 这一段路路程也比较远 当我们到达满洲里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琪子 我们还东北的旅程来到了内蒙古满洲里 满洲里这真的是太凉快了 甚至可以说是冷 来了之后我就赶紧套上一件外套 来满洲里呢 一定要尝一尝正宗的俄餐 在这边有一家名店叫卢布里 今天呢我们就准备去尝一尝 也不知道两个人要花多少钱 还是来坦克的 我们一块去看看吧 在餐厅的门口 就是很有俄罗斯特色的一只大松熊 现在已经很晚了 但是还是要整理 可想的就是有很多火包 这个餐厅里面到处都是很合适的感觉 从一些细节到宏观都是 比如说我们用的餐盘啊 还有服务员穿的衣服啊等等 我们一共是点了这三样东西 然后还有一杯喝的 那杯喝的是20块钱 一共花了147 总的价格是不贵的 但是所有东西的单榨其实并不平 只看它的料怎么样 这个是餐前面包 白脸巴配黑脸巴 然后给了两种果酱 这边是蓝莓酱 这应该是奶酪 这一份面包呢是26块钱 先尝这个餐前面包 正宗的俄罗斯大脸巴 干湿饮 吃上去是很筋道很有劲的 然后一点糖都没有 细脚有这种麦里的香味 这个白脸巴相比较于这个黑脸巴 它就更细腻一点 然后更柔软一点 吃起来就像全卵面包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点了这一杯格瓦斯 就是喝的20块钱这一杯 这个是特色大盘肠 59块钱这一份 这个大盘肠是我期待很久了 一直就久闻它的盛名 我现在赶紧尝一尝 吃进去之后是爆汁的感觉 全都是肉特别香 特别好吃 现在这个餐厅里面的背景音乐 在放贝加尔胡看 特别有感觉 我点这个盘肠的时候 它那个菜单上面的图片显示 是这个盘肠上面有两根酸黄瓜 但是它实际是两个黄瓜片 我尝尝它这个酸黄瓜 到底好不好吃 特别特别酸 而且它酸黄瓜上面撒的那个 绿色的东西就是很香 很香黄瓜这个味道 混合在一块是一种很奇妙的搭配 点了一个这个猪肉大串 四十二块钱 这么大 这个猪肉串烤的真嫩的 它是肥瘦相贱的 这么着拿这个大串吃 感觉特别豪豪 吃出了俄罗斯战斗名鼓的感觉 用我们的话来说 这一餐就是很硬的一餐 都是肉 这也很有俄罗斯的特色 在俄罗斯吃饭就是肉多菜少 已经吃饱喝足了 虽然我们点的东西不多 但是吃的还挺饱的 它这个东西单价挺贵 但是给的也实在 肠就是纯肉肠 就是这种肉吧 吃到最后会多多少少有点腻 大家如果想来尝试的话 一定要荤素搭配 而且千万不要点多了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